形成的过程与机制介绍完毕了 我们接下来就透过上述学过的原理来思考 生活中常见到的眼睛疾病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前面都有教他正常的状态 我们来看若发生什么事情 会产生什么疾病 这边我列了几个常见的眼疾 有老花眼镜式 也是闪光 清光眼跟白哪一张 我们一一介绍 先看老花眼 老花眼就是因为人老了 你的水晶体的蛋白质 本来很有弹性的 就它失去了弹性 这什么意思呢 平常我们在看远物的时候 我就写一下 看远物跟近物 看远物的时候 平行光进来之后 你的晶体应该要变成比较细 就是趋光度比较低 这时候就会聚到视网膜 刚刚好 看近物你的晶体要变胖 这时候它可以聚到视网膜上面 这是平常的状态 但是老人 就是年纪大的老人 会发生什么事 你的老人 老人 按到了 老年人会是这样的 我换个颜色来画好了 会比较好 老年人我用白色的字写 老人 会发生什么事 看远的时候 你依然是保持 晶体的聚光度 比较小的状态 但是看近物的时候 糟糕了 我的晶体 明明我的旋软带都放松了 这里说应该要变胖 对不对 结果没办法变胖 就是弹性变弱了 这里说你在放松的时候 结状期收缩 旋软带放松 你的晶体要变胖的 就因为它变硬了 因为它老化是异性 它变硬了 它该变胖的时候没有变胖 所以死小了 所以看近物 看不清楚 好 这就是老化眼最直接的一个病症 就是我看近物看不清楚 所以你会看到老化眼患者 他在看东西 看什么 看报纸 看报表 看成绩单 都得拉得比较远 因为他近物看不清楚 必须拉得够远 他才看得清楚 你把它弄得太近 他看起来会很模糊 会晕 主要就是因为他的晶体 弹性不足 无法增加趋光度 就是没办法变胖了 对于近物看不清楚 主要是老了 水晶体蛋白质 因为变性而失去弹性 这是老化眼 好 接下来看近视远视闪光 是什么 这三个我们使用图形来看看 会比较直接 好 这是个正常状态 你的眼睛有经过聚焦 会聚焦到视网膜 讲到这条线就是聚焦的位置 聚焦的点 聚焦的点 聚焦的位置 如果聚焦点刚好在视网膜上 就正常 就正常了 但如果今天你的聚焦点 发生在视网膜之前 视网膜前 我写个前 在视网膜前 那就定义为近视 如果聚焦在视网膜后 那就是定义为远视 各位这是近视跟远视 最直接的定义 不是说我看得清楚近 看得清楚远 那都是后面的症状 它的定义很简单 我的视觉聚焦的位置 聚焦到视网膜之前 我们称之叫提早聚焦 那就是近视眼 如果是延后聚焦 在视网膜后面才聚焦 就叫远视眼 是这样判断的 那我们先看治疗方法 因为你的近视是提早聚焦 我就必须让你的光 不要那么早聚焦 我就用凹透镜 先闪光 先分散 再聚集 那是不是聚集就比原来的更往后延 就会往后延到视网膜上 所以它会带着凹透镜 是帮助你延后聚焦的 所以近视眼同学带的是凹透镜 没问题 但如果今天是远视眼同学 你是聚焦往后延了 那我是要让他提早聚焦 所以这时候你要带的是凸透镜 因为近视本来就有聚焦功能 聚焦后再聚焦一次 就聚焦的距离就往前移了 那就是提早聚焦 所以远视眼的同学要带的是凸透镜 好 这是讲完他的治疗方法 接下来看理由跟原因 为什么会有近视远视的 你会发现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你的眼睛的长度改变了 近视眼是眼轴过长 而远视眼是眼轴过短 当然各自有各自的原因 就会造成近视跟远视的症状 我们先来讲近视 好 为什么近视会变成眼头变长呢 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 这边有个环状的 就是解体 解体中有结状肌 结状肌通常我们把它当作环肌来看待 你常常看近物 看近物的话 你是不是常常你的结状肌 就会环肌收缩 让你的经体变胖 你才可以看到近物 所以如果你今天常在床上看书 很昏暗的情况下看书 一直都看近物的话 你这个结状肌会不断的收缩 一收缩 你的眼睛久而久之就被拉长了 就像挤箱长一样 你将来侧面一直挤箱长就变长 眼球就变长 如果今天你在挤压过程当中 只有水晶体变胖 变胖之后 照样你说你看远物就会弹回来 结果它暂时来弹不回来 我们就说这只是晶体弹性 目前还没办法恢复 我们会称这个尊重叫假性近视 因为眼睛还是正常的眼球的结构还是很正常 只是你的晶体一直维持在胖的阶段 怎么办 我就让你的结状肌疏脏就好了 一直让你疏脏 你的水晶体就有机会慢慢挥复成比较平的状态 情况都比较小 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第一扇筒计 第二扇筒计就是为了让结状肌疏脏 它叫结状肌疏脏计 只是不小心让你的红膜的环机也跟着疏脏了 那就变成了扇筒 这是我们之前讲到 但如果今天你这个结状肌一直收缩 一直收缩 让你的眼轴已经变长了 当眼轴一旦变长就不可逆了 结构发生改变就不可逆了 这时候就叫真性近视 就是你的聚焦 因为眼轴拉长 聚焦自然就会提早在视网膜前聚焦 你就变成真性近视 不好意思你就带你的凹透镜 带一辈子 或者是有个做法 你们可能听过说近视也可能可以用蕾射治疗 我这边也教各位蕾射治疗是怎么做的 我不要带这个 我可以用别的办法吗 有的 既然你今天聚焦是提前 我要让你往后 你有没有发现说我们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角膜 本身也是个透镜 有发现吗 如果这个角膜透镜 我让它用蕾射削得比较薄一点 会发生什么事 本来这是提早聚焦的 因为它透镜很厚 结果我今天把它削薄一点 它聚焦就延后了 就可以延后到视网膜上 叮咚 所以所谓的雷射近视手术是说什么 是把角膜削薄 削掉 拿走 当然这个削的程度不可能削过头 削过头你的角膜就美了 就不见了 所以雷射近视 如果你的近视是超级大近视 你要削到非常平 才有办法处理后面的光的路径 可能你的角膜根本削不到这么别 里面的眼防疫就流出来了 然后到底雷射会没有什么其他副作用 其实有很多的讨论 只是介绍一下近视眼的雷射手术 其实是把你的角膜削得比较趋光度 从大削成比较没那么大 这样你的聚焦就会往后了 这是近视眼的雷射手术的一个原理 最后来看什么叫闪光 我们常说前面是角膜 刚才说角膜通常我们会想它是平整圆滑的 所以光线进来都没问题 其实没有 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 你在胚胎发育时你的角膜 常常会有一点比较凸 一点比较凹 也就是说它没有这么的平整 当你的光线穿过一个不是那么平整的透镜 自然的光线就会歪掉 就有一些地方比较模糊 这就是闪光 比如这边稍微凸一点 局部就有聚焦的效果 所以你会发现 你的视野时候可能有一些区域比较亮 因为那边有个凸透镜在聚焦 那怎么办 你就要戴这种特殊的眼镜 这个眼镜的表面的趋光度 完全绑造你 应该完全配合你的角膜的凸跟凹 你这边凸 我这边就凹 你这边凹 我这边就凸 来弥补你的角膜 因为不够平整而产生的趋光现象 所以闪光眼镜当然比较贵 因为它必须要针对着眼睛 来磨制它的镜片的表面 以上是眼视近视跟闪光的内容 好往回看 那什么是青光眼 青光眼是眼睛一个眼压过高 眼压过高常常是苏莱姆管堵塞了 因为你的苏莱姆管是在解体中的一个淋巴管 它会回收眼防疫 过多的眼防疫会被回收 以避免组织水腫 但一旦它阻塞了 眼防疫就过多 眼防疫一多了 就挤压到眼睛后方的玻璃状液 就会压迫到视网膜中的视神经 如果今天只是刚发生 压迫到你的视网膜 会让你的视神经放电 你就觉得怎么视野中亮了一下 所以叫青光眼 出现了很多绿色的亮光 叫青光眼 但如果压迫过久 造成视神经的 视神经缺损或是视细胞缺损 就有失明的危险 所以青光眼它代表眼压过高 赶快去做医疗上的处置 最后讲白内障 这是什么呢 我们的晶体在里说是透明的一个透镜 但是里面是蛋白质构成的 一旦蛋白质因为它老了 或被UV光 就是紫外线照太久了 或是别的原因 出现了混浊结晶 你的光线就进不去 就被挡住 如果只是轻微的话 你的视线就是模糊 有些灰灰的白色混浊 这样会有点模糊 但如果严重者 你的白色混浊的构造 白色混浊的东西 会完全遮住光线 你的视野就是一片白 但什么影像的看不到 那就会造成失明 怎么办呢 当然提早预防 或者是你的晶体出现问题 也有所谓的人工晶体的置换 就换入一个人工的 这样也可以解决 好 我刚刚说的是紫外线过多 这边补充一个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 你的一个内分泌激素 异常分泌 它叫负甲状腺素 它会分泌负甲状腺 负甲状腺会分泌负甲状腺素 这个内分泌还没交到 我们先偷跑一下 负甲状腺素又叫做生钙素 它会让血钙浓度上升 所以又叫生钙素 你可以想象当你血液中钙一直增加 是不是各组织中比较容易产生钙的结晶 它会形成比如说碳酸钙的结晶 就是含碳的化物结晶 如果结晶的位置正好在晶体中 那不就是白内脏了吗 所以白内脏除了因为年纪变大 脂外线常常遭到眼睛造成破坏 也有个可能是内分泌异常 造成血钙过高 也会造成钙离子的 形成一些沉淀物 以上这些常见的眼疾有这些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些眼疾会比较严重 或是跟遗传有关的 我们一起讲 有一个眼疾叫视网膜玻璃 就是本来平铺在眼睛后方的视网膜 它可能部分或是一整片的一部分 整个掉下来 如果只是小部分掉下来 你会在前面的玻璃专一出现悬浮物 这个悬浮物就会形成非纹症 所以视网膜玻璃 常常也会产生非纹症 非纹症就是玻璃专一 有一些不明的纤维或是杂质 这个纤维杂质可能是自己形成的结晶 在玻璃专一中 也可能是视网膜的部分构造 脱落下来在你的玻璃专一漂浮 你就会在视野中看到 因为它漂浮过去时 就会遮住光线 你的视网膜就看到 好像有一个阴影 在那边飘一飘去 有点像是非的蚊子 所以叫非纹症 所以视网膜玻璃常常就会伴随着非纹症 如果你的视网膜玻璃只是少数小块的掉下来 通常就不理它 因为非纹症还好 但如果是很大一片掉下来怎么办 也是怎么办 把它推回去之后 用镭射把它烧着 把它粘回去 所以我们常说镭射手术 有些是针对近视眼的 削掉它的角膜的曲度 另外一种是透过镭射 把脱落下的视网膜烧回去 有些是视网膜整个脱落 你把它推回去 有些是视网膜翘起来 你把它推回去之后 把它烧上去把它固定 烧着过程一定会有部分细胞死亡 但是为了让你的视网膜 还停留在内壁上面 就用镭射烧着的方式处理 这叫视网膜 接下来这叫射蚝或射落一起讲 射蚝其实就是追踪细胞 它因为精英缺陷 造成它没有办法侦测到 红光跟R跟G 这两个就是RG 这两个感光收剂出现异常了 它就无法区分红色跟绿色 蓝色是正常 因为RG这边异常是所谓的性脸遗传 也有人是蓝色 它看不到蓝色 蓝色是位于体蓝色体上面的 我们常常考试的红绿色 是位于性蓝色体 但是蓝色是体蓝色体上的 这当然比较罕见 但是偶尔也会发生 我红绿看得到 可是我分不出来 我看不到蓝色 那就是感应RGB 我们所谓的视觉三原色 红绿蓝 这三个是追撞细胞 视追细胞发育不良 那是心灵隐传就看不到 如果它不是完全没办法真的到 而是敏感度下降 我们称为色弱 色弱就是当光线比较暗的时候 你对于红跟绿会比较分不出来 但是如果光很强的时候就看得到 因为RGB这些所谓的追撞细胞 本来就是对颜色和敏感 但是对光的强度比较不敏感 所以必须要在很强的强光 才看得到色彩的 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 为什么美术馆看有颜色的作品必须要有强光打在他身上 因为在强光下 你对于色彩才会敏感 因为我们的追撞细胞 视追细胞是有这样的性质 但如果你关了灯之后 你看到会比较像灰阶 那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接受的感状细胞为主 它是对光线比较敏感 但是对色彩不敏感 看到的影像主要是灰阶为主 好 那我们看什么时候会是感状细胞异常的 有另外一个疾病叫夜盲症 因为在比较敏感的细胞就是感状细胞 连最敏感的感状细胞都变成不敏感了 那是不是比较光线一暗就看不清楚 晚上比较暗就看不清楚 所以叫夜盲症 主要是因为维生素A摄取不足 我们摄取维生素A会在体内转变成 视网膜中的视觉色素中的色素分子 色素分子会帮助这些视觉细胞感光 好那这个最敏感的是这个感状细胞 视感细胞维生素A不足 它的视觉色素不足 它就会敏感度下降 那最敏感的人变得不敏感了 所以当你光一变弱就看不清楚 就是夜盲症 所以夜盲症通常是要补充维生素A 这样子的子容性激素来补充 好以上这是我们把那个常见的眼集中 这几种是比较严重的 包含色毛玻璃色盲色弱疾夜盲症 先交到这边 那最后呢让我补充一点 如果你本身是高度近视的患者 你要特别注意这一段高度近视患者 我写在上面 高度近视患者常常就是 视网膜玻璃的危险区 也错高度近视 这是为什么呢 我现在想跟大家说明一下它的原因 高度近视 为什么高度近视患者会常是视网膜玻璃的患者 平常正常的眼球 如果我们把它化成这样 这是正常眼球 我们刚刚不是说近视患者 你的眼球会变宽吗 如果高度近视 你的眼球可能会特别的长 我现在画的夸张一点 这是一个眼球被拉长的病患 但我画的是有点夸张 这样比较好比较 比什么呢 比视网膜 视网膜在正常是平铺在你的后臂上的没问题 但是当你眼球过长的时候 你会发现 糟糕 我的这个角度变小了 你本来角度是这样子 这个角度大 所以视网膜会因为你眼球拉长 这个角度变小之后 这边就容易脱落 你的眼睛发生结构改变 本来是可以比较圆滑的贴上去 结果这圆滑的变成比较折角 我就贴不上了 就脱落了 一脱落就容易一片脱落 或是整片脱落 或是一小块脱落 好 所以高度近视患者 因为眼球通常会比较长 会造成后臂的结构改变 就是变得比较窄 变得比较 趋度比较大 这时候本来可以伏天灵在上面的视网膜 就因此而脱落下来了 好 所以高度近视患者 常常是高度 常常是视网膜玻璃的高危险群 也会常常出现非纹症 因为它脱落下来的视网膜的构造 这些组织就会在玻璃状液飘浮 那就会造成非纹症 好 以上我们就把这些常见的眼疾 先说到这边 咯